好 現在我們再介紹一下這種教材類型 欸 教材類型可能就更多元喔 你看我們剛剛有很多的 比如說你有什麼 有這種影片題的 有沒有 影片題也可以啊 就給同學看影片就好啦 對不對 那我就進來 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右手邊這邊 如果是影片題 它隨時打筆記 它會自動記錄時間 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這裡的 好 我可以也沒有發現我們這裡的時間會自動跟著走 對不對 所以你在什麼時間 看影片到什麼時間 加入的筆記它就記在裡面 這樣你就比較方便知道說 喔 這段影片哪個地方 是我需要注意的 當然如果你不需要右手邊這一欄 你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這樣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這個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這是第一種 這最簡單的 那麼我們往下走 我可以順便問一下 腳麻到底要怎麼治療 我手麻 回家自己看 會這個就可以了 好嗎 所以 通常上完我的課之後 我的同學如果舉這個 我會問 你是腳麻還是有問題 這樣了解 OK 齁 來 再來我們看一下 欸 網頁式的 有沒有老師在看很多的 平常你自己會看網頁嘛 對 不管是新聞啊 還是一些 就是你可以當作教材內容的 有沒有可能可以當作你上課的一個使用的來源 也可以啊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網頁 比如說我看到這一頁的哪一篇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加進來 那麼最好加入的方式就是用我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這個 擴充工具 有沒有 今天我要把這一篇加進來 我就點一下 我現在選到的這個 你看我可以自由的把我覺得這個 適合放在哪一個課程裡面的 把它點一下 比如說我假設免費軟體裡面 那我裡面有什麼樣的類別 有沒有 就放進來了 各位 用這個的時候有一個好處 可以先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還有在用我的最愛嗎 你都不知道你愛很多嗎 好啦 後宮加力三千 但是你有沒有照顧過人家 你都只是一眼看上我愛 然後就繼續眼睛就看前面了 從來沒有回頭看過你後面多少人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很多你的最愛根本 你到最後不知道曾經愛過 最後只好再問Google 我有愛過你嗎 沒錯吧 你現在又發現你用Google找他必找我的最愛快一點嗎 對啊 所以幹嘛 一定要加那麼多我的最愛 你用這個可能比較快一點 因為這個可以直接用到課堂裡面 我就把我的 我比較常用的 上課的我覺得我會用到的 我是不是用 你看我是不是用很多 所以我說我用的比較多我付費應該的嘛 對啊 那我把這些整理起來 你會發現有什麼好處 上課的時候 教材是扶手 剪實就找到了 還是你要去我的最愛 然後再複製貼上 搞不好你最愛根本就找不到啊 對吧 平常在看網頁的時候 是不是就在做功課了 看報紙的時候也可以做嘛 對不對看雜誌看網頁的時候 是不是在準備功課了 在備課了啊 為什麼你一件事情 你就在長知識 為什麼不能就順便把它丟到你的知識庫裡面去 這樣不是快一點嗎 所以這個地方就很重要是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OneNote用它的擴充功率就在這個地方 它的好處 你整理了之後快很多 快很多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第二種 就是網頁的內容的時候有沒有 網頁內容的時候你可以像這樣 那再來呢我們往下走 這都文章內容 另外一個什麼 Google的文件 你如果放在雲端一疊上 像我這個是屬於放在雲端一疊上的 欸我不管是Office文件也好 還是就是一般的那個圖片 我進去有沒有這個可以看到的 這樣了解嗎 你也不需要下載下來啊 他就直接在上面看就好了 好當然如果萬一你的真的是不能看的 他會有一個判斷的機制 好會有一個判斷機制可以用 好那你看我們再往下走囉 另外你看簡報的也可以啊 你看我們這個簡報有沒有 這是Google 這個應該不是Google的簡報 這是PowTone PPT的 然後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已經 這個是有轉換過的 這才是Google的簡報 我把它縮小一下 有沒有發現下面可以直接跳 有沒有 然後呢如果你有需要的 可以加上螢幕的畫筆啊 好像那個 這個功能叫什麼 那一支紅色那一支筆啊 螢光筆啊 你在這裡用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還是你比較喜歡在 這樣就不方便嘛 這個是Google簡報 這是Google簡報 所以你看我們教材類別很多 甚至什麼你是PDF也可以啊 對不對 這是一個PDF 來你看一下 還在跑 沒看到 好沒關係 來 那另外一種方式 如果你把 OneNote 當作是一個好像什麼 寫那個教材的內容 也可以直接在OneNote裡面直接寫 它有一個線上編集器 你就把你要的圖片啊 然後像這樣把它貼進去 然後你就打字這樣子而已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 OneNote可以有哪些類型的 就是說你可以放在裡面的類型真的很多 那麼了解這些之後 我們真的 可以來建立自己的囉 可以來建立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什麼 OneNote的這些 課程 跟所謂的群組 那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有群組的話 通常啦我會 我會比較習慣把 課程的部分 我會放很多 你看我現在有幾個 是不是有43個 我跟你講 什麼時候最難你知道嗎 凡事起頭難 當你看到這裡是0的時候最難 因為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這些43個也不是平常 就是一下就出來 我也是平常有看到 誒我覺得不夠了 我就再增加再增加 因為我平常在做功課 我看了都是在做功課 所以我就增加那麼多 那增加那麼多之後 我在群組的時候 我就很方便去引用 很方便去引用 你看我群組也很多 那群組我只是 用來做這個 比如說你看到這裡 我今天我延期資料不夠 我從這邊 我就可以直接從這裡選取 我想要從哪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往下走 免費素材的 我就來裡面挑啊 撐撐的 上課素材就有了 這樣你了解嗎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對不對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的 那我們先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 等一下 我把後面還給各位 我們就實際來看看 怎麼利用這個擴充工具 來幫助大家 比較快速的把你的教材建立好 OK 來我把後面先還給你 好